國道五號雪山隧道最低速限上個月公佈 從時速六十公里提高到了七十公里 希望改善假日塞車 而警方從昨天十號就開始進行取締的工作 國道五號雪山隧道每到假日 就很容易塞車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高速公路局三月將雪山隧道最低限速 提高到時速七十公里 並且從四月十號開始取締 只要是沒有塞車狀況下 車速低於最低限速時速七十公里 就會依法開罰三千元到六千元 民眾反應不一 不過由於自動測速取締設備 尚未啟用 所以國道警察先以人工方式取締 在避車丸架設測速器以及錄影機 公路警察表示如果前方車輛太慢 造成後方車輛跟著車速過低 低於最低速限 警方只會對第一輛的陸隊長開罰 媒體採訪過程中有幾輛車輛因為看到大量警力以及媒體拍攝 突然踩煞車導致車速低於最低速限 屬於特殊狀況排除開罰 不過到十號晚間七點為止還沒有開出任何罰單 警方表示會繼續取締 記者綜合報導